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继续为您分析 之前我曾介绍习近平的军改 今天我想换个话题 谈一谈美国的军事事务革新 也许可以作为观察美中军事改革的一种参照 虽然美中的军事事务革新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美国的改革路径往往是其他国家借近并仿效的对象 1991年的海湾战争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首战告捷的战争 以往美军在战争初级 总是打败战 而且伤亡惨重 直到战争进入中后期 才开始扭转战局最终取得胜利 其中越南战争是特例 从1960年代打到1973年 美国完全撤军 共五万七千多人阵亡 三十多万人轻重伤 美军士气低迷 声望降到谷底 越战是美国至今认为 唯一的一场失败的战争 结果 他促使军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 军事专家说 1991年 美军在海湾战争 表面上以42天空袭 100个小时入战 取得决定性胜利 实际上 美军准备了将近20年 以改革后的全新面貌 完胜了一场划时代的高科技战争 这让我们想起了越王勾建 十年生剧 十年教训的故事 美军的强大 不能只看他的科技 装备和军费 更要看他深层次结构性的改革 回忆越战 你很难想象 当年被公认世界首强的美军 竟然有那么多的缺失 首先 美国的政治目标 与战略 战役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 没有明确的连结 由于缺乏协调 部队即使有效贯彻命令 却往往达不到政府预期的目标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迈克马斯特 在他的著作《玩忽职守》这本书中 直率地批评了越战时期 美国的决策机制 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 不应该过多受制于 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 他甚至批评 谎言导致了越战爆发 在联合作战指挥方面 美军在越战期间 始终缺少一个拥有全面 运筹作战的统一指挥官 部队不清楚谁拥有最终的指挥权 比如 1964年到1968年 担任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的是 魏摩兰将军 但在美军对北越实施轰炸的滚雷行动期间 空军有自己的指挥系统 海军特遣队则接受来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命令 并且拒绝与空军在北越的上空进行协同作战 海军甚至认为可以承担从海上空中到陆地的全部任务 导致空战缺少统一指挥的问题尤为严重 对于轰大的地点 今天是某位将军下令 明天可能是大使或华盛顿的某位要人 搞得指挥链盘根错节 讲到这儿 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军事无禁区 好的 刚才谈到美军在越战期间指挥链的混乱 而混乱的源头来自高层 特别是军职和文职首长之间的不信任 而文职人员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并且取得了占生总统的信任 以至于占生总统不愿意对战场上的任何指挥官赋予独立的指挥权 他或他的助手甚至用电话直接接管战场的作战指挥权 这个问题直到1986年高华德 尼克拉斯国防部重构法案 经美国国会通过后才得以确立 明文规定 联合作战 由各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司令统一指挥 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负责 而各军种族官 这扮演资源和顾问的角色 根据战区司令的需要 向战区提供部队和所有的作战物资 在部队训练方面 当时美军现役部队多数是围棋两年的义务兵 并且以每13个月为周期轮换到海外服役 而军官在部队任职只有六个月 换言之 军官和基层部队在一起的时间通常是半年 实战历练不足 联合作战意识不高 彼此又缺乏信任 导致战场纪律松弛 战斗力大减 这种纪律换三的现象 一直延续到美军完全撤离越南 1972年 美国结束历史以来持续最长的征兵制 开始实行募兵制 提高美军的战斗力 但越战对军队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及兵员数值不高 使初期的招兵工作非常困难 有人形容整个1970年代的招兵工作就像一场噩梦 海军和空军因为专业性高 招募兵员还算顺利 最惨的是陆军 招兵经过十年的摸索 才在1980年代走上正轨 其间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 同时 士官的选拔与训练制度也在大幅度的改革 以前只有军官有专属的职业学校 如今士官也有 以前士官的晋升有空缺就补 如今即使士官有缺额 也要保证晋升的标准不变 而且高级士官的晋升与军官相同 集中由国防部统一选拔 士官逐渐受到部队的敬重 1991年美军在海湾战争取得辉煌战国 与高素质的士官在战斗中的优异表现 习习相关 军官的改革重在指挥与参谋教育 并且强调与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课程 同时还要学习计算机的应用技术 与指挥和参谋作业结合 到1980年代末期 美军军官掌握的计算机应用技术 名列世界前茅 讲到这 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军事无禁区 好的 美军在训练改革领域 还有一项创新之举 就是1980年建立陆军国家训练中心 首次引进综合激光作战系统 参加演训的单兵和武器装备 都安装了激光接收器 凡是被激光束击中的目标 都会立即估算出毁伤程度 资料同时发送到训练中心指挥部进行分析评估 演训部队的战力在攻防之间一目了然 高下立判 逼真的程度近乎实战 几年后 美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 对参加演训的100个营级分队的轮训结果 进行系统分析作为实战参考 另外国家训练中心还成立了一支假想敌部队 从外观到作战方式都酷示一支苏联的机械化团 命名为第32进卫团 这支部队由美军精锐装甲团选拔组成 在演习对抗中很少失败 特别是国家训练中心不对演习结果评分 不看输赢 而是看重训练本身 找出问题 强调训练指挥官的能力 而不是测试他们的能力 以建立良性竞争 虽然没有评分 但都知道谁好谁差 谁有资格竞争 谁应该淘汰 这种近乎实战的对抗演练 最早起于1969年 海军航空兵创立的Top Gun 海军战机武器学校空战训练计划 以提升海军飞行员的空中格斗技能 算是美国三军假想敌部队的鼻祖 空军随之跟进 从1975年起开始实施红旗计划 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 是使飞行员在不使用实弹的情况下 以近乎逼真的对抗方式 通过初期十次任务的考验 如此 飞行员空中格斗的存活率将大幅提升 否则 存活率在实战中仅有六成 这些近乎实战演练的成果 在事后美军的历次作战中都得到印证 所有的训练到最后逐步形成 作战条令的依据 比如1982年版的作战纲要提出 空地一体战的概念 强调使用陆军和空军部队 迅速将敌人分割歼灭的联合作战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 在胜利光环的背后 往往被人忽略的是 担任美国首任陆军训练与条令 司令部司令的杜普一将军 在推动陆军作战思想和训练方式变革之前 首先要做的是带领一批参谋人员 埋头苦读 从浩瀚的战史中找出至胜的规律 并且提出前瞻性的想定 这种安于学习 丝毫没有急功耗力的处事风格 是所有改革中最难能可贵的品格 很多改革之所以失败 就是急于求成 成功在我 想走捷径 以为是创新 其实 违背了改革一步一脚印的基本规律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齐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